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27号起全国疫情调降为二级警戒 配合防疫上务县长许正卫 卫生局长朱家翔协同了卫生机查人员 前往饭店来视察内容的防疫措施 而卫生局长同时也提出了555方案 给餐饮业者来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餐饮业者有更明确的防疫方针可依循 27日起全国疫情调降为二级警戒 27日上午县长徐正卫 卫生局长朱家翔协同卫生机查人员 特别前往华联汉坪酒店了解防疫措施状况 汉坪酒店总经理孙慧如表示 早餐已开始实施内容 按照防疫规定办理 仅开放房客使用 而晚餐部分则开放外客预约 那在用餐的部分呢 客人可以选择在室内的餐厅用餐 或者如果客人对用餐还有疑虑的话 客人都可以选择让我们送餐到房间使用这个早餐 那对于外客的用餐呢 我们是采预约制的 那预约制的这个方面是主要以 我们能够及早对这个防疫清洁来去做一个落实的这个安排 所以客人需要再提前两天来跟我们做预约 那房间的部分的话 包厢我们会以紫外线杀菌机 以及我们国际认证的太华湿清洁消毒的这个认证消毒 来去做一个安全跟防疫的这个安排 其实目前依照中央区指挥中心的规定 隔板跟梅花座之间是祸 就是你用隔板就可以不用梅花座 你用梅花座就可以不用隔板 是用祸 但是我们在县府的角度是希望说他们能够用隔板 那因为毕竟在吃饭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口墨的飞沫的喷出 总之还是会造成有感染的这个可疑 那目前对于餐厅业者 那有很多空间的规划 那其实我自己提出一个叫做五五五方案 三个五五五五方案 第一个五就是说你现有的独立空间里面 你原本的桌数打五成 所以假设你在这个空间中你原本是十桌 我们就变成五桌打五成 这是第一个五 第二个五是每一桌用餐的人数打五成 就你原来是十人一桌的 现在变成五人一桌 那第三个五就是在这个独立空间里面 的人数不要超过五十人 所以叫五五五方案 那这样子其实很简单 就让我们的业者能够了解 他如何在做规划 如何在这个空间中 能够做适当的摆设 把桌与桌之间的距离拉开 把人与人之间距离也拉开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疫措施 而得到一个让我们用的很安心 卫生局长朱家翔提出五五五五方案 给餐饮业者参考 首先是在现有的独立空间 原本桌数降为五成 第二个是每桌原本用餐人数 降为五成 再来是独立空间原本人数 不要超过五十人 希望让业者更明确了解 如何在空间中做好适当摆设规划 达到有效的防疫措施 才能吃得安心 这一条帮演华联士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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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